秋风拂过,送来的秋天的味道,采鞋一枝秋意,让家里也沾染一些丰收的喜气。 用实力的柿子配上笔食最滋补的山药,做一份喜事流星山药膏。 这是火精柿子,果面光泽是水晶,果实色红如火,口感香甜不色,做成流星,食之如蜜。 柿子果汁里倒入玉米淀粉搅和均匀。 锅筛一下,筛出一些粗的纤维,更加细腻。 奶油牛奶,糖和黄油一起小火而至融合。 倒入柿子泥继续小火搅拌,颜色变淡了些。 加一滴红丝绒精华液,更符合柿子的气质。 倒入流星木具,农冻四个小时以上,隔夜更佳。 民间有白色山药圣人圣的说法。 山药健脾异味,不肺润躁,是秋季第一补。 蒸熟软嫩后倒成泥。 加入炼乳和熟糯米粉,这样做出来的饼皮不会塌,而且口感软糯,延展性极佳。 今天用专属秋日的柜化母具,调成金柜、银柜、单柜四季柜的颜色。 柿子流星成型,就可以与山药皮合体了。 包的时候一颗颗拿哦,不然就化了。 外皮取20颗,中间厚,边缘薄,包入5颗流星线。 30颗的迷你模具,这个重量比是最合适的。 压模的时候抹上熟糯米粉防粘。 看,这就是一份秋季浓浓的喜事流星山药膏。 在这个诗情画意的秋日,收集那些炙成黄色的美好事物,再品尝一周几项如意的心中试茶仙。 与其等待喜事降临,不如亲手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喜事。 愿你我诸事大吉,喜事连年,万事圣意。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